投資股票講求眼光獨到 隨時賺到盆滿撥滿 今天的主人翁鄧升興 就是透過PIPO 即是公司上市前買入一間網絡保安公司的一成股權 今天的帳面利潤已經超過一億 真正找到一隻十倍股股王 我們聽下他的個人投資心得 我曾經投資過一間科技相關公司 在上市前投入了 當時投資的金額是一千萬都不用 就買10%的股份 但當他上市之後 其實他的股值方面已經是很快的膨脹 到最近市值的話 我拿著的股份方面已經超過一億 所以回報方面是超過十倍 那個回報就非常吸引 但當然你一定要熟悉行業 熟悉公司的背景 因為始終未上市的公司方面會有風險 如果他真的萬一不幸上市的話 你那個股值的情況可能化為烏有也不出奇 就算不是化為烏有的話 因為始終他不是一個流通的股份 到你想套現賣出去也不是那麼容易 剛才我為何會買它呢 其實我就看到 剛剛我去完證監 講到Cyber Security 要我們證券行升級這些系統 我覺得香港六百多間證券行都要升級系統 那個市場不是很大嗎 而且我聽到很多教堂 就說原來上網都很多時候會是中招的 那我就對這個行業覺得原來很重要 那剛巧我的朋友是做這個行業的 那我就投入了 我們省戶很難模仿這種投資認識 是啊 當然其實未必有這樣的機會 但剛才我講回投資經驗 最重要就是當你想長線投資一間公司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了解公司方面的背景和業務 還有剛才我提到一件事 我在日常生活裏面 發覺這個網絡保安是越來越需求大 而且越來越對我們重要 那就是說大家其實在日常生活裏面 可以細心一點看看究竟你的生活習慣的改變 會不會是令到一些行業或者一些公司 有一個很大的商機 正如好像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流動上網 和以前我們家裡上網是兩件事 這個流動上網興起了之後 就令到騰訊和阿里巴巴這些社交網站 或者是那些e-commerce 就會突然爆發地上升 散戶投資者比較難透過PIPO買股票 但就可以透過IPO即是首次公開招股 買到自己的心頭號 說不定就可以達成10倍股發財夢 所以我們已經企業了 一會兒